車禍發生一瞬間 50歲的陳信重機騎士 先擦撞環河 快速到路外側護欄後 整台重機再彈飛到內側車道 同行的汽車駕駛和乘客 簡直嚇壞了 車上乘客大喊 騎士綽號卻擋不住意外發聲 警銷人員抵達 急救一小時還是宣告不治 但是看看事發當時 重機衝向內側車道 騎士已經撲在車上 疑似拋摔在馬路上 這段畫面看在家屬眼裡 更是滿肚子疑問 強調自己親人騎車向來守規矩 會發生意外質疑事情不單純 尤其男子身上還有一道輪胎印 懷疑是後車輾過 才會導致騎士身亡 50歲的陳信重機騎士 其實是五星期飯店的廚師 包含前行政院長陳聰 主持人余美人 演員朱露豪等人都吃過他的菜 騎重機三年了 預計年底就要當阿公 家屬怎麼樣也想不到 他騎著愛車出門 竟然回不來了 就是找出那一台 他說灰色的小客車 看他有沒有賺那個行車記錄器 由於同行有人的行車記錄器 沒能清楚拍下事發過程 加上檢察官相驗後 認為一輛銀色轎車很可疑 因此家屬也希望當時後方路過車輛 能夠提供相關畫面 還家屬一個真相 記者綜合報導 必須使用上檢察官專 consultants 防禦